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叔公, 答應我們, 加入組織 一起完成康先生的夢想 一起製造大同世界 加入… 大家公熱情 那我唯有說一聲不好意思 我沒想過你有沒有拒絕 月哥, 你不是嫌棄我們這個地下組織吧 今天機緣巧合能夠和各老英雄豪傑會面 實在語有詠言 只不過古語有魂, 修身齊家自覺平天下 我們叔公修身齊家又做不到 國事之那事我又不關心 思想狹窄, 無德無能, 實在失禮 你太令我們失望了 是這樣的, 我老婆的病日益嚴重 金家村又棒打鴛鴦, 趕盡殺絕 我最近忙著跟朋友搞米線 經常要去買豬油膏 我又去找地方住 明白…人各有志, 我們不要逼他 叔公的近日, 的確是遭奉巨變 那倒是 反正我們已經緊密地團結在你周圍 你走不掉的 是呀…大事我幫不上 限時你吃碗米線, 我請 好, 就憑你這碗米線 你永遠都是我們鞭子黨的朋友 你看, 你雖然不是黨員 但是看弟兄姊妹多疼你 我們永遠都會等你 終有一天, 你一定會加入我們 成為一位勇敢的中國人 一起開闢中國新秩序 是 是 鞭子黨, 鞭子黨, 銳不可黨 天下任我闖 雷碧火燒, 玉火重生 好… 鞭子黨… 其實組織真的很需要資金營運 真是地底荒一日, 世上萬千年 聽說立秋之際 還九月為四 別說秘密給我知道 免得被殺人滅口 為什麼不加入? 大家都加入了 你不覺得很玉麻嗎? 拍手掌, 大家很熟悉嗎? 叫弟兄姊妹, 邪教 胡相勉勉而已 我覺得熱血沸騰 總之我不會胡亂加入任何組織 這個世道做兄弟也信不過 還可以信什麼 你說我沒有國家觀念也好 好了, 我最重要是那個老婆 所謂稱不離陀 我一定要帶金香走 明白的, 人各有之 你說的, 我們幾兄弟都各有肚長 不能盡信 真是的 丹田, 我怕你當局者迷 真的這麼簡單嗎? 捧個格格出來就可以改變國家命運 我也是過來人 有疑慮是正常的 路遙之馬力, 日久見人心 你不當我是小人之心 給點時間了解誰知道 我們等你 你回心轉意 回你的命 我想回頭看看 發達為什麼這麼久還沒出來 我想問問他, 鄉情的情況如何 對了, 丹田, 你有沒有見過他? 我只知道他一直困在刁楼裡面 我曾經嘗試幫他診診 也被他專門外 聽說他還是癡癡呆 那你怎麼看? 你要有心理準備 人的大腦結構很複雜 就算包一條血管 也足以令患者癱瘓、失節和失控 你呢?你別亂來 有什麼事, 讓我先打探清楚 行了… 對了, 阿昇怎麼樣? 你那個打巴仔幹什麼? 他本身不壞 老實說, 他挖我兒子也沒有殺我 對了, 組織不是叫你殺他嗎? 現在改變了計劃 組織希望知道 尺堂他屢到底.... ⑩, 別讓我知道秘密 有不是 cose不是秘密 我要告訴你 什麼? 就是說要乘丫了 走吧… 有沒有留下兩nın豬油 我也幫你回去 OUT 不用了, 請你們認識 你 大叔 大嬸 有見過李叔公嗎? 抽陰人 才 老爺 叔公? 姑娘,師姐發財床,姑娘 師姐發財床,姑娘 先考試 姑娘,師姐發財床,她有沒有吃飯? 來,拿去… 拿去拿去拿去 拿去拿去 拿去拿去 你沒事吧? 你去了哪裡? 我遇到丹田,談久了 你沒想過我,我見你不開心 我以為你冷靜完就會回來 誰知我等到你一整晚都不見人 我去了朱又輝找你 他說你拿了抽朱又糕就走了 你走了一整晚,我等了你一整晚 我怕你被打 是我錯,是我不好,我沒有交代 對不起 那是你壞吧? 是我壞了,回去再說吧 街坊雖然討厭人,但還沒主意要殺人 我雖然是老,不過老當益壯 不會忍耐忍耐的,不用擔心我 你呀,下次去哪兒也好 你記得跟我說一聲 抄豬油公吧 我留在丹田裡 你沒事就算了 你看你,怎麼回家的? 你的脖子濕透了 你打車小,遮到我遮不到你 你遮得多一點 好,遮得多一點 你老,我怕你會摔倒 好,這樣吧,老方盤 你站在我後面,幫我拿著牌子 這件事不同往日 快點,我閉上去,來 好 好,走吧 我記得小時候被主持佛櫃 挖到腳軟 這個時候公公就會出來爬救我 當然,紫甘城 背著你從太和殿走到養心殿 頭不暈,氣不喘 我吵了很多 你先收骨 不知道你會生氣 不行,幫你那些豬油水喝吧 好,變成了豬油水喝吧 豬油水喝吧 先喝錦冰茶吧,防患未燃 好 怎麼這麼苦 家應子,苦茶的好朋友 要不需要叔叔為你? 不用,我自己喝 這麼聰明 真的很聰明 很甜 不是吧,苦茶 心甜嗎? 別開玩笑了,喝了藥 睡一會兒,休息一下 來 叔叔,你有什麼打算? 我打算救出金蟲 但是金家的人已經當你過街老鼠 就算你的心多不服氣也好 都是唐臂擋居,你比不上他們 你以前在宮中 你都很懂得審時度勢 你經常說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不如我們走吧 我和你走,那我老婆怎麼樣? 那老闆已經不認得你了 就算他不認得我 就算他瞎了,閉嘴了 他也是我老婆 叔叔,如果你繼續跟我一起 我相信我們這條路會好好走 叔叔,我現在剩下你一個親人 你千萬不要等下我 你整天晚上沒睡在胡思亂想 乖吧,上床睡一會兒 沒事… 誰? 怎麼那麼多錢?阿香? 誰? 李哥 冷靜點,我是叔公 衝過你嗎? 金香他怎麼樣? 你好好地在廖大少年代做 就不要搞這麼多事了 你一定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想 因為全村人都知道 你被阿巧善收留了你 我是想問你金香他 是不是他叫你扔包傳給我? 表姐他現在癡癡呆 他懂得吩咐我做事嗎? 他有沒有提議我? 那懂得說話就不是痴呆了 你死了一條心了 你幫幫我,我想帶他去醫病 九個西醫都說他沒得醫 去到花崎國也是沒得醫的 再者,就算有得醫 我表哥也不會狠過你了 你疊心和我女人在一起,好嗎? 你真是啞頭靈,包頂頸 你帶我去金香 不要浪費氣,我不會和表哥作對 你別怪我,我不客氣 我逼你,我逼你我本善良 我小不低頭,帶我去金香 你管我拳頭帶個沙包,你還沒試過 不要打… 夠了… 夠了… 他扶我 小雞,你幫我,我要去金香 你這樣對我還要我幫你? 小雞 我要去金香,我要去金香,我要去金香 叫你走,你是不是聰明的? 我要去金香 李叔公,垃圾駕路 有這麼遠走那麼遠,沒辦法見到你 小雞,你這樣就何苦了,走吧 我一定會回來金香 小雞,你不想見老婆嗎? 臭閹人,你請什麼來? 藥材 昌爺有餘,金家村人不得與閹人為伍 都沒人找你體病,你擺這麼多藥材做什麼? 不得為伍,那你們又跟我說話? 臭閹人,一股閹人的眉 這麼大車的東西,一定有古怪 胡家虎,不准踢 阿丁,收車 是 私人物品,不准收 你們搞什麼? 你是檢查嗎? 不用檢查,是藥材 藥材? 真是藥材 真是藥材 烤婆婆,要打鹽去買的嘛 爽手吧,她老人家等著煲藥 你糟了,還用腳踢 靈芝人心蟲草,很貴的 沒事…走吧… 你爽手一點吧 在這裡了 安全了 這麼激不進 他們幫我而已,因為我是個帥 不是幫人 同志天涯論樂人,下人幫下人 穿來也是一時火睜眼 他嚇了一口氣就沒事了 謝謝 想不到這副臭皮囊令我飽受其事 也令我明白人間有職業 你有沒有聽我說話的? 我沒時間跟你雙春飛秋 要想辦法上會才行 這就是那把梯子 媽媽… 好吃 我又不吃東西,已經廢了三天了 是不是要找古醫生來呢? 香… 老婆,你還認得我嗎? 媽媽說你癡呆失智,我多害怕 我早就上來找你了 怎麼知道昌爺下禁制令 我很辛苦才來得到 你怎麼樣?睡得好嗎? 香,你別嚇我 我帶你去看醫生,我們回去… 救命啊… 老公,叫你不要來,還來 好…好,我抓住他 想做什麼? 我要帶他去看醫生 表哥就有分數了 走啊,走啊 走啊 走啊 你什麼事事見到你? 打死你女兒子 你別嚇我了 不行了 我想這次要重手一點 好 不行 表姐,他說話也不聽 總之打橫打,別打得那麼傷 適可而知好了 很難的,那斷骨吧 不行 打屁股吧,屁股多肉,不傷了 不行,他的下盤是藥點 表姐,買菜嗎?現在差點討價還價 發達,我知道你跟叔公有計談 總之這次這個行動 只有我們三個姐姐 她不能牽涉在內 知道了,老闆 我去看,表姐 我教你們,我還有事要跟阿香說 我爺,你拿載 你拿載,你拿載 你拿載,我拿載 別拿載 發達,你們是否要瞞著我 告訴我 走啊 屁股 不要打…不要打 要打就打我了 打你這麼厲害嗎?快點走吧 打死人,沒什麼陪伴 走啊 打吧,不要打 卓爺,給我帶阿香的醫病 卓爺 那何必呢,金香是我的妹妹 我會照顧她的,不用你操心 如果你為她好的話 你就走,讓她過一些正常的日子吧 伯母,帶她走 卓爺… 卓爺 卓爺,你拿錢就走吧 她可能不得了買雞,我再回來 有多痛,皮愛傷而已 人家就你來打的了 我不是肉痛,我是心痛 剛才我喊得這麼淒厲 阿香也不扣下來 金老闆,現在哪能認得人呢 我覺得他是渣病 有沒有證據 大力出陣的執藥 被我截到,還留下藥方 醫腦留的 這些藥阿香吃開的 為什麼要繼續執藥呢? 因為有療效 既然有療效 就是說阿香的病情是無加重的 有道理 阿香 為什麼要打我? 因為想趕我離開 為什麼要趕你離開? 因為不想連累你 為什麼不想連累你? 因為他另有所逃 為什麼他另有所逃? 因為金家磚可能有大事發生 為什麼金家磚可能會有大事發生? 因為阿星 為什麼阿星要打擊我和金香? 因為我們聖 你聽不聽到嗎? 阿星不是叫我拿了錢 走去買海南雞飯嗎? 那些錢十成九一定阿星給我 還有一成不是 阿星本質真的不是 我跟你說過了 別輕易相信人, 人心格土皮 現在最重要是想怎樣 阿香教什麼? 現在最重要是知道 阿星為什麼要拆祠堂 那就是肯定祠堂裡面有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接觸先燈 那晉升和胡麻就不可以得情了 問題是怎樣可以接觸先燈? 問題是, 池堂這個秘密, 誰知道? 雞爺, 對不起 剛才阿批要送到江門 但是單據出現了問題 我們搞好殺聲可以過來 所以遲了 池堂什麼時候拆? 有點阻礙 有幾個老不死, 死都不肯拆池堂 你給我多一點時間, 我會勸服他們 來兩個殺一傷, 來六個殺半疊 打死、毒死、淹死 對, 總之難路者死 犯情有閹人作就做方知 不用我教你了 除了殺人之外, 還有很多辦法 那幾個老闆都經申請腳進棺材 這樣也要殺? 叫你殺的李叔公, 你總是不殺 我有分數, 總之你等我消息吧 我還沒說完 我趕著回店船出來給那些伙計 怎麼樣?掛著我嗎? 給了錢你就走吧 阿昇 那些錢真的是你給我 你經常想我走, 是不是你乾爺有什麼異動 我知道的, 你還在幫胡麻做事 你受他利用 阿昇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心知肚明 你姓金, 是阿香和昌仁的親弟弟 他給了你什麼好處 要你們手足傷殘害自己人 你說什麼?是你害我們 是你找人殺我 你這套人小小, 你別演戲了 各局是你設的 你怕我倆沒妨礙你行事 你一時迷失, 受人疏擺而已 你本身是善良的 要不然你不會來看我 不會給我錢叫我走 阿昇, 我就跟你說過 只要你拋開煩惱 你要發現自己有一顆空靈智慧的心 你要發現自己一無所入 你要發現自己一無所求 我給你那本金剛經就說過了 夠了, 煩死了 你慘死不走 你是不是要我找人殺了你的安娜 你一天不醒過, 一天都不會走 你現在是處境很危險 你都黏薄過過過, 你先顧好自己 阿昇, 你聽我說 你閉嘴, 你閉嘴 靖子, 聽你聽你說 現在金家主我作主, 你聽我說 你嚇你死於非命, 你不要怪我 各位長老 四少爺就新池塘的選子問題 徵頌著名的風水大師 司徒敬雄的意見 大師說 池塘務必前庭觀山張 後枕遭元風 兼且有左青龍右白虎 這裡起新池塘就最適合不過了 這裡比舊的池塘足足大一倍 內有天井彩光, 外有名堂聚氣 外面還有一個半月形的大水堂 天圓地方, 天地湖通, 好的 我們還請了梅蘭花 來主持動土儀式 受工程影響的長老 每人可以獲發五百個大洋賠償 不用 我們個個什麼都沒有 有計就是… 錢? 我賠償的事就慢慢談, 不過… 你們看不見嗎?都黑了臉 你不用說賣口乖了 總之什麼都可以拆 池塘還是一定不能拆? 要拆池塘, 除非我們騎鶴歸西 好, 乾杯吧 老人家吃古不化而已 做了一些無謂的堅持 就是這樣了, 慢慢來吧 我知道, 我還是在家人家 虎虎, 是不是開會? 我買了一隻叉燒包, 你吃過… 別遇到你, 走吧 那我先去報仇 報仇趕下, 還沒錯 小雞, 叉燒包很香 小雞, 是不是在家人家買的? 聽說好早就賣光了 是呀, 我五點鐘會排隊了 買杯子吃過 是, 我帶你去半月樓 歎一、中、兩件 那裡的叉燒包最好吃的 一邊聊, 一邊吃 好, 小雞, 一起去 他很忙的, 要有米倉, 來 切蜜與煙人為悟 姑婆婆 陳伯的叉燒包, 這是好東西 把他放在地上 小雞, 說話聽了 不是就這樣噴進肚子 是要消化一下的 髒了就撕了一層皮, 消食可也 我不是很明白 傻子, 正確就聽 不正確就扔 你安慰我?你不是很討厭我嗎? 我是醜閹人 傻子, 扶我回去 姑婆婆, 你是不是不舒服? 姑婆婆婆, 你的手這麼冷 不是 當然是剛才祠堂陰陰涼涼了 姑婆婆婆, 丹田醫術很高明 很多人看她的 你敢不敢找她把阿脈? 去不去? 稍厭風寒, 姑婆婆婆 我這裡有些大寶苑 有病醫病, 沒病可以強身 問題是你敢不敢嘗試嗎? 苦味回甘 姑婆婆婆 關於拆禮堂的事情 你需要不需要跟長老再相依一下? 不拆就是不拆 用什麼再商量? 其實禮堂的事情都弄得我糊塗了 我也不知道是應該贊成拆還是不拆 其實年輕人說要拆的, 就任由她 是, 拆什麼都行, 只是禮堂不能拆 那什麼原因?是不是風水? 還是有其他原因? 還是下面埋了一條絲? 哪有東西啊, 只是為了一口氣 那你好好讓別人來拆禮堂, 行不行? 我們也沒有禮堂 對不起, 聽聞叔公去找甘香 還被發達打得吐血 哪有這麼誇張? 不對, 我看見叔公的嘴巴真的流血了 你看見?你在這裡嗎? 為何你不出來救叔公? 小雞, 我們三個自小在紫禮堂 一起長大的 三個人的脾性一清二楚 我相信叔公一定不會找人殺你 和晉升 但是我真的有傷, 還有假的嗎? 誓途空險, 哪有這麼簡單? 單純就會被人利用 什麼利用?你們有沒有想過我 我被人打, 我才是受害者? 你以為我不難受嗎? 那天我躲在一熱角 看見叔公被發達打, 我也覺得肉赤 但是你叫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做什麼? 我在金家武勢地位還調去米倉 我說話沒人會聽的 世雞 愛府原本跟我的好朋友 現在忙都不忙我 叔公和阿昇原本是好兄弟 現在好像變成殺父仇人一樣 收板是肉, 手背又是肉 你叫我可以怎樣? 世雞, 總之我相信叔公 晉升肯定有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 你的心太亂了 看不清, 想不通 回去洗個臉, 睡一覺 想想誰是誰非 姑婆婆婆, 走橋比我們走路多 說的話, 答來有味 你回去想想吧 本來我都不問世事 不過是非關頭 該捍衛的, 還是要捍衛 姑婆婆婆, 第四顆了 這些是藥, 不是很垃圾 那…你說有病醫病 那沒有病强生嘛 沒有了? 不如你再捍幾十粒, 讓我行不行 對不起 是我們金家辜負了你 好, 還有一天我會為你平凡 師父 是我? 你是姑爺, 點下火就算了 抬什麼米 店裡有新的人事調動 託你不錯, 可以強身健體 你呀, 爹特地租了你 你以為我不知道他的老爺? 小器自私骨實 沒所謂, 男人最重要是有肩膀 我練得健碩一點 將來我們會進去睡覺也好 你不要再幫他找理由 大家都心知肚明 你看, 這麼多米怎麼搬呢 慢慢搬, 我只是火遮眼 日久見人心 我對他怎麼會填到意見呢 我好疯 你看你, 填本的手滑一滑 不行, 你裝米倉幾天就糟糕了 不行, 不讓你受苦了, 讓我來 我…我喜歡吃苦, 我不怕苦的 讓我來 你…你不怕, 我很怕 我說這樣 如果這裡容不下你的 我一定會和你一起做 我不會被人欺負你 不行了 聽到已經很感動了 我不是嘴吹嘴, 只要說 如果你被人欺負的話 我都會覺得很無面子 人生苦短, 責日不如撞日 走今天吧 今天什麼? 走, 走得越遠越好 好 帶男生雞, 吃飯了 過來坐… 姐姐 去哪裡? 你現在出走 什麼? 人齊就好, 我要一次過和你們說再見 無緣無故怎麼走? 姐姐, 我們是一家人, 你去哪裡? 金槍壁 是呀, 我是華利 你盟室守舊封建騎士 我們守舊了 要去找一個沒騎士的地方生活 你們要好好保重 下雨記得收衣服, 上風記得蓋被 我還有受了很多小孩的被子 放在孩子房裡 走吧 姐姐 姐姐, 幹什麼? 我養了你這麼多年 米飯錢也浪費不少 你現在怕了, 還要走? 那你就是說我的東西都是你的 好, 還給你 臭女包, 追責錢的是你 又不是那些爛衣褲 你這個臭嬰兒心腸解凍 首先弄得我們金家鑽頭 現在你還要帶她走 你不僅沒有子孫筋 你連良心也沒有 哥哥, 說話別說得這麼盡 岸虎 你既然這麼討我 我…我也不想留在這裡令你激心 但戴林是我老婆 我不能夠調低她的 我調走你, 自己走 你只有我一個爸爸 你隱身調低我? 如果你懂得尊重我老公 我都會孝順你 但你現在有把她當成人嗎? 詩少 丹田在外面鬼鬼祟祟祟, 不知道她想怎樣 我都說來拿就給姑婆婆婆 是呀, 拿東西給我吃的 是呀, 沒毒的 細菊, 你要走嗎? 高興吧, 頭家要散 我們金家也不知道做錯什麼事 那些閹人在這裡糾纏不清 五十年前是李連英 現在是你們 弄得我們金家絕子絕孫 我求求你們快點消失吧 不要在這裡雷人雷物 好呀, 閹人不是人嗎? 我們三個幾年來 金家絕心絕命 你女婿楊偉是我醫好的 大大胎是我救回來的 連你的腰骨也是我幫你拉席的 我沒有看你報恩 我只是看你來個稍稍學會尊重人 Daddy, 你向來都說 丹田是一等一的好人 外父, 你看不起我們 我們也看不起你 你這麼說的, 簡直是野蠻人所為 有你通行天下, 無你穿布囊 反了…你們全都吃裡爬外 你們看清楚了 是閹人助袖 搞得我們金家絕絕絕孫 你們和李連英是同一類的 我不怪你們怪誰 你禮還折曲, 一單為一單 都不關我們事 不關你事, 關誰事? 關我事, 行嗎? 姑媽, 不要幫他們了 你閉嘴吧, 閹人前, 閹人後 他們不是我們的仇人 他們是我們的恩人 恩人… 由始至終, 什麼閹人助袖 根本就是作的 就是沒有閹人助袖? 就是跟他們無關的事 這個秘密我都搜了幾十年 今天終於要爆 當年我弟弟只是你爹金孫當當家 他經營有賭 搞得這間米店有升有息 可惜好徑不常 那一年遭逢天災黃禍 金家村位於一膽 我們窮得連菊種都沒得吃 幸好李連英及蝉出現 他和弟弟是適於微時 還是生死之家 他幫我們重建家園 不求回報 我弟弟為了感謝他 使人雕了一個李連英像 要日後子孫對其供奉 不過李連英斷言拒絕 原來他因為仇口眾多 怕我們會惹禍上身 於是弟弟和我決定把這件事保密 還故意傳出閹人助奏之說 希望可以和他劃清界線 明節保身 誰知傳傳傳 個個都當成真 這個故事居然是南沿北徹 那就是說如果沒有閹人 就沒有我們金家了 真相大白, 公公萬歲 爸爸, 你恩親仇報 為什麼這麼大催人? 你這個臭小子 如果沒有李連英 你爹早就死了 會有你和三個女兒? 今天金家村風衣足食靠什麼? 就是靠你最看不起的閹人 姑媽, 為什麼你不早點跟我說? 天有眼, 大總觀顯靈 壞我們閹人清白 多謝姑婆婆 多謝 其實我說出來也很危險 李連英的仇家還在找她後人 你們都是她的世侄 都相當危險的 我是因為於心有愧 才爆這個大惡出來 既然沒有閹人助就 那怎麼鬼沒兒子生呢? 那我怎麼知道? 我真是抵鬧, 我蒙濕 不可以欣張仇報, 我狗押開人家 老公, 不如你們大人有大量 千萬別這麼說, 自己人沒計的 是呀, 外母, 外父, 我們明白的 外父 外父 你去哪裡? 大家不用緊張 二嫂, 你放心, 我替你看著二哥 我來吧 靜一無米粥, 煲什麼都沒了 是要到的 哥哥,別再怪自己了 你做這麼多事只為金家 阿香經常說我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不成正氣,是非不分 總冊了 我為了救你嫂子,差點害死你 叔公容失不良 我就一觸光打死一船人 還判世雞和丹妮有罪 你生氣世雞就不能生 大南對世雞是情有獨鍾的 他不會嫁給第二個人 到頭來就是孤獨鍾佬,有什麼分別呢 起碼不會被人笑他嫁淹人 大南肯為世雞離家出走 足以證明他們是真心相愛情投意合 你每次找世雞來出氣 你是不是想來女兒也不要 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你面前永遠都差一切 爹生得我高 沒有了,我說你氣道 我和你嫂子害你打拔 你還可以義德報怨 哥哥真的很慘 你有王者風範,投家交給你 我放心 不行的,哥哥,我還有很多不懂的 你真的有很多不懂的 我說插魚 我們金家的男人全都會插魚 以前爹教我,今天哥哥教你 不用了 來… 哥 不用了,哥 插魚是顯示我們金家 紅色味道的絕招 而嫂子,我也是這樣追回來的 拿著 好 記住,很熱 腰馬合一 腰馬合一 對了 一氣呵成,你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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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你怎麼這麼怕水?你不熟水性? 看來我不僅要教你插魚,還要教你游泳 我還有很多東西,我當然要過來學習 好 幹什麼? 剛才摸了腳 我背你回來 不要了,這麼大一個人 哥哥照顧弟弟應該的,來… 真的?我很重 那個老當益狀怕什麼?上來 好 你很輕 當然了,我的腳還在碰腿 你耍我 跟你開玩笑而已 怎麼會這樣呢? 誰知道,我們一早出來開工 就見他的伏就在這裡了 謝謝 福伯 好痛啊 福伯… 發生什麼事? 誰這麼可憐? 我昨晚喝完喜酒,打算回家 你走到這裡 你不知道是誰用麻包隊套著我 打我,還找人看著我的頭疼痛 你認不認得他的樣子? 都說套著他的頭,怎麼認得到? 他傷成怎麼樣? 沒什麼大礙 先扶回醫樓吧 好,慢慢來 你遲一下,你等你計算 來… 這段時間看見你連扣佬也這麼辛苦 不如… 阿寶呢?是不是你… 不要緊,你住… 不要緊,我找阿添去拿回去就行了 老婆,你幹什麼? 像是神筆修寫似的 我想問福伯是不是… 是不是你… 你私以為我做的? 我想問問 我沒有 沒有就好了 那我再問你吧 你什麼時候加了變子檔? 不知道你說什麼 老婆,我和你回不是同一張床嗎? 你有什麼事我會不知道的 你那次偷聽我和阿添說話 論論盡盡的 你怎麼學人做奸製? 我早就知道了 老婆,我不想和你同床異夢 其實我每晚要等你睡著了才睡著 我也覺得很辛苦 不過他們說你… 你是不是還在幫胡麻做事? 一言難盡 老公,我是你老婆 他們那些全都是你家人 那批布不是拿來做生給甜甜 是他們說要慶祝你生日,做給你的 他們每個人都對你好好的 你和胡麻到底在搞什麼? 你為什麼要冤枉叔公他? 我知道了,我知錯了 是我小人之心 令兄弟反我家做屋斃 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對我很好 我已經很後悔了 大路走錯了,要有時間走回頭 小蓮,我不是說你… 我替你心痛 小蓮,原來你一直都這麼辛苦 給我一點時間,一切會重回正軌 到時候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我們去法蘭西 去哪裡都無所謂 只要一家人齊齊整整就行了 小蓮,我有事要做,你先回家 師父 小蓮,你放心,我現在就在貝亂反正 有機子等我 小心點 開車 我問你,福伯是否你打傷的? 你現在什麼態度? 這些鬍子就算我和你賣味而已 我不是跟你說了我有分數嗎? 你有分數? 我三千精兵,快要變為花石 老爺我這次打傷他,他算好運 難路者死,再有下次我要他死無存屍 你搞出人命,我洗手不割 你這個花開富貴 我讓你副總統做理又不做 要做鄉下制 你細神匹怨要報仇 你報些什麼回來 你爛泥符不上臉 什麼副總統?什麼半壁江山? 你不是只有港幣嗎? 我現在有田有地 有屋、有婆婆、有女兒 還報什麼仇? 我警告你,你不要再搞金家 不然我向政府報你大件事 我很害怕 我以為你是扶手棍,原來要命頭 你這個反骨就是仰素 好,看看那邊 好 老公 放他… 你怕嗎?我先扶著他,然後扶著你 你倆下去就一家團聚了 開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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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